同时我想问李律师一个问题 因为她这个时候比较复杂 她的母亲先于她的丈夫去世了 她的丈夫又去世 她的父亲又活着 这时候她丈夫的遗产中 是不是还有她父亲的 王颖老师突然提出 大嫂刘女士继承的遗产中 还有三分之一应属于 丈夫在世的父亲 刘女士丈夫的遗产中 是否存在在世父亲的份额呢 在法律的角度上 律师又会如何作答呢 这十四分之一 她丈夫在去世前肯定没说放弃 那么当然是继承了 那么这十四分之一 很显然是在婚姻期间取得的 严格同法来应该有一半 属于这个妻子的 也就是十四分之一 要分出一半属于妻子 剩下的那一半 才是她丈夫的财产份额 有三个人就能分割 但是先生现在又正好过世的一个情况 因此这就是我说的 肯定她那个份额 无论你分一半也好 不分一半也好 这十四分之一 是你那三个人来共同继承的 对吧 那么你这个数 我肯定是少于十四分之一的 现在别说还有房屋吗 没有产权 房屋怎么来的 就是单位分的 单位分的没有产权 什么一方的 有机 就是你们还交租金吧 不交租金 不交租金是吧 对 就是那个 就是买断了使用权了是吧 对 只有使用权 在这种情况下 以我个人的经验 你可能属于一种极资性质的工房 产权上还是工房 对 所有权属于单位的 对对 但是你就有权利无常使用 是这样我说两句 这个房嘛 按那个金氏房办理 没有办产人证 可以慢慢陆续还要办 当时给办大家都不办 你要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那就相当于是房改房 给你的福利房 福利房呢 那就是享有它是产权了 没有产权 是没有产权 没有产权是指的 暂时没办产权证 还是说将来也不可能办产权证 因为你 你享有的仅仅是使用权 以后可以办 陆续可以办 以后可以办这个 现在他也说不定 我们也说不定 按女方所说 那就不是遗产 按他们所说就是遗产